甲安普社区大学是海线地区民众培养第二专长的场域 而最近也举办了艺术点展 集结了素描、书法、纯南辉跟叠古巴特的类别的实声作品联合展出 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所学成果之外 更希望可以透过作品来呈现展现出 社大学员们丰富多元的艺术创作力 墙上挂满一幅幅的画作 像是水彩、素描以及书法作品等等 都吸引民众驻竹欣赏 一旁展示柜里还摆放着春仔花、钻科印章 以及叠古巴特等创作 而这些作品全都是甲安普社区大学师生们的心血结晶 我到今年刚好满三年 那因为呢这个作品里面就是说 我们学习楷书、行书 那还有就是我其实算还是一个初学者 那在这个行书的过程里面我特别的喜欢 尤其是苏通坡的作品 我们要传达的是日出的阳光 从这个郁郁深深的这个森林 挥赏在犹如台湾岛的这个小水池 从2017年成立的甲安普社区大学 是海线地区民众培养第二专长的好去处 近期社大也特别在大甲中正纪念馆举办艺术连展 像是春载花艺术班就跳脱传统技法 编织出了金鱼、蓝雀等造型令人惊艳 而素描班则是带着学员描述出 妈祖照镜以及铁针衫等在地的意象 有一点社区营造的精神来教画画 有一点点在地风貌的探索来教画画 还有在地文化探索 然后让学员能够进入到生活美学这样子 蝶谷巴特里面透过简单的餐巾子 可以创造出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乐趣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酒瓶变成酒瓶灯 化作一个特别有气氛的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可以让整体我们对于家庭的温馨跟温暖 官方也表示展期从即日起到6月10号为止 欢迎对创作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把握机会尽管参观 感受社大学员丰富多元的艺术创作力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